虽然凤林镇捕风养鸡场 目前不是花莲县最大将设置的养鸡地点 但是受风光复玉里自救会的成员 在5月20号都来到了凤林镇集结抗议 镇长萧文龙也接下了凤毅里里长的陈情书 并且他也表示 凤林镇会与民众站在一起反对捕风在凤林设厂 最大厂的受风乡树湖村 却也只能够来到凤林镇发声表示抗议 反捕风连鼠热烈 截至昨日已经超过了7000人 今天上午凤林这名广场的反养鸡场游行 养鸡场所在地凤林镇奉姓部落头目林金森 也现身表达捍卫传统领域的立场 新北市议员黄桂兰也回到花莲娘家 身体力行停花莲 目的是要保留我们花莲这片好山好水 不受污染 为后代子村着想 包括凤林 光复 受风三乡镇的自救会 都收到了浦峰的通知要来拜访 目前三乡镇都同意口径 拒绝私下拜访摸头 游行队伍从凤林镇名广场出发 队伍绵延超过一公里 最后是来到凤林镇公所递交澄清书 镇长肖文龙也表示 将会与明义站在一起 反对浦峰在凤林镇设厂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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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撤到 马上 撤到 永远是与我们凤林镇名大家一起 浦峰的设厂 只要我们获得我们凤林镇所有的乡亲战胜之前 凤林镇公所跟各位乡亲一样 我们是反馈 因为尤其是他在设厂的这三个地点呢 景邻的住宅区 景邻的土石院的显示区 所以如果大家同意他们设厂以后 会对我们整个凤林 不管是市区或者是所有 民众的生活跟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正常有交代 只要我们相信没有同意之前 凤林镇公所不会同意 而且我们一定跟永远永远分 所以我们凤林镇公所 跟所有民众站在一起 同样的立场 一起 我们一起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反对普通的金筑 凤林镇公所也说明 凤林镇现有的合法训牧场 依规定不同 饲养种类有不同的合定权限 巨木场登记证者 含饲养登记证为县府同意合法 未居木场登记证者因饲养数量少 镇公所以造册列馆 以维护地方卫生安全的考量 才加以造册列馆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 商计创 动 停 用 语